我来了 我给你们说一下关于果冻的几个问题 就是你们有些人喝了果冻说拉肚子 那不是拉肚子 那就是正常线线 就是排你体内的有害细菌和寒气 排完以后就正常了 再一个就是咱们家果冻里面有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有吸水膨胀 从而导致就是你的那个便便松了 这个是正常线线 再一个就是你们喝了果冻 有那个方痞或者是肚子胀这些的 这些都是正常的 就是你们体内的肺酌气体太多了 这个肺酌气体排完以后就正常了 你们就好好坚持喝就行 还有一个就是体质比较顽固的 经常不拉拔拔的那种 你们刚开始喝了果冻没有排也别着急 多喝几条就好了 它在慢慢调理你的肠道 因为你的肠道长期代谢低下 再慢慢改上慢慢来 不要着急 总之大家一句话坚持好好喝就行 然后你们收到货有任何问题 不明白的随时来找我就行 我每天都会直播 白天中午的话就是三点直播 晚上的话是十点 但是近期的话可能我晚上就不直播了 因为孩子马上要考试了 晚上就不直播了 但是你们中午如果三年有时间的话 随时来直播间找我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就可以了 你们不懂的随时来就行 活动有需要的下方小黄车去拍吧 其实九块九是发酒喝的